想了解世界就关注局势很简单 今年的4月23号清晨 身材高大的特朗普站在白宫的草坪上 身旁是风韵犹存的总统夫人梅拉尼亚 他们两口子在等待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特朗普的表情是自信和骄傲的 其中还夹杂着一些复杂 不过他的眼神里又充满了期待 自信和骄傲算是贯穿于特朗普整个人生的特点 一个出生优越 家里有矿的孩子 骨子里都会透着自信 再说作为富二代的他 后来的表现不但不坑爹 还亲手创建了庞大的特朗普敌国 个人成就远超父辈达到了光宗耀祖的程度 所以只要他心情好 脸上总是散发着骄傲的光芒 一个多月前 特朗普在一份行政命令上签了他的大名 于是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诞生了 所有进入美国的钢绿产品都要额外收税 这个政策在执行了一个多月之后 各种效果慢慢的开始出现 有些国家已经流露出了担忧和痛苦的神情 这一切都在特朗普的预料之中 他为此感到得意 可是得意归得意 各种纠纷会纷至他来 他的一个个的接待和解决 这个又让他心情复杂 两口子呢 这一天等待的客人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72岁的特朗普眼里 四十出头的马克龙显然是个年轻人 而且这个年轻人颜值很高 在当今国际政要里边 说他颜值排第一也不算夸张 这个小事哥不但长得俊 还是一个不靠脸吃饭的实力派 他们这次会面呢 究竟会擦出什么火花呢 这是特朗普和外界一直期待的事 两个人见面之后 特朗普果然对小马同学喜欢的不得了 又搂邮报上下其手 估计把他的个人资产砍掉一半 能后悔马克龙这个年龄和颜值 特朗普也会毫不犹豫的答应 寒暄完毕之后 特朗普搂着马克龙进了白宫 他们得进行一项叫做首脑会谈的活动 毕竟他们俩可都是总统啊 四月份这个时候 进入美国的钢绿产品 已经被收了一个多月的税了 但是欧盟却有三个月的豁免期 在这三个月里 特朗普只需要仰面 躺在白宫金灿灿的沙发上 玩手机就可以 欧盟国家管事的领导 自然会挨个儿找上门 比如小帅哥马克龙 特朗普很享受这种 自己占主动优势 然后别人被迫求他办事的感觉 他觉得这个是他很天才的地方 这场令他和媒体期待的会谈 并没有出现什么美好的结果 或许是特朗普太喜欢马克龙了 居然对他提议说法国可以退出欧盟 然后和美国单独签署贸易协议 不然留在那干嘛呢 想必这种天马行空的建议 也让目瞪口袋的马克龙 重新认识了这位美国总统 虽然马克龙是总统 但是法国可不是他私人创办的企业 这种提议就不该在这种地方提出来 这次见面 除了给外界留下一些暧昧的场景 和特朗普统战不成的传言之外 好像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两个月之后 美国对欧盟的钢铝产品 果然又开始收税了 然后欧盟在法国和德国的带领下 从多个领域也对来自美国的产品收税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美国和欧盟这两个传统盟友 就这样开始互相伤害 见此情景 其他国家的心理也就平衡了很多 到了7月下旬 实在看不下去的欧盟主席 荣克颤颤巍巍的跑到华盛顿 对特朗普说 哎呀我们作为传统盟友 不应该这样互相伤害 我们完全可以搞零关税的自由贸易啊 特朗普说 这么做没有任何问题 我非常喜欢 心情激动的特朗普当天就发推特 把这个事告诉全世界了 言辞之间充满了激动和得意 好像是故意要给谁看似的 但是 他最喜欢的小帅哥马克龙却得此破了冷水 他说 我们欧盟应该团结起来 根本就不应该屈服于美国的物理取闹 即使将来要跟美国谈自由贸易的话 也得把农业和钢铁排除在外 马克龙这么说是有原因的 农业和钢铁是法国的支柱产业 这两块要是搞自由贸易 那受到的冲击会很大 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 法国人就保留了上街散步的优良传统 马克龙可不希望 农民赶着牛羊开着拖拉机 到路上堵他 这欧盟是一个联邦性组织 28个成员国不排座次 每个对外签署的协议都需要28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行 否则事情他就办不成 这也是英国跟欧盟分手如此艰难的原因 特朗普想和欧盟签署一个零关税的自由贸易协定 过过嘴瘾也就差不多了 实际执行起来困难重重 起码小事跟马克龙这 他就过不去 在那个炎热的7月即将结束的时候 特朗普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一定不可貌向 不能因为对方长得好看 就觉得人的心地善良 就觉得他会对你的爱慕之情做出理解和回馈 会在公共场合给你面子 但是小帅哥马克龙用事实告诉特朗普 情感归情感 工作归工作 这完全是两码事 在11月份的时候 特朗普又一次在这个年轻人身上 领教了这个人生大道理 到了8月份 特朗普撕毁核协议之后 对伊朗的第一波制裁正式启动 欧盟那边的表现和一开始没什么区别 依然坚持要维护这个协议 帮助伊朗渡过难关 小事跟马克龙说 咱们当初在协议上签了名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国家 大家一定要讲信用 守规矩 这言外之意 就是特朗普这么做 是不讲信用的 到了11月初 美国对伊朗的全面制裁正式开始 这一次 谁买伊朗的石油 谁倒霉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美国豁免了8个国家 他们在未来的3个月 还可以继续从伊朗买油 但是 这个豁免名单里 却没有 法国 德国 英国 这些为伊朗称要的欧盟国家 很显然 特朗普对欧盟跟他作对 是很不高兴的 这日子很快就到了光棍节 也是特朗普领教那个人不可貌想道理的日子 1918年的11月11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议 就是在法国东北部的一个火车上签订的 到了今年正好是100周年 人这一辈子 您说能赶上有几个亿的100周年呢 所以光棍节这天一到 小车哥马克龙杀鸡载羊 邀请欧美各国元首过去参加 他精心准备的一战100周年纪念活动 受邀出席的人当中就包括曾经喜欢过他的大叔特朗普 这或许谁也没有想到 他们俩会在这次活动中彻底闹翻 作为这次活动的主办方和东道主 马克龙在今年仪式上发表讲话 他觉得这次人道得比较齐 于是就当着大伙的面 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设想 他说 我们欧盟应该创建自己的军队 这样不当可以减轻美国在安保方面的付出 我们自己的安全也会更有保障 在人群里的特朗普听到这个 瞬间就火冒三丈 欧盟过去的安全全部仰仗北约这个军事组织 美国人对北约的期待很多 他既要通过北约加强和欧盟之间的关系 还要通过北约制衡欧盟的发展 阻止他变大变强威胁自己的国际地位 也防止欧元威胁美元的统治作用 另外还要虚情假意的用北约去保护欧盟的安全 否则这个组织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回顾过去几年欧洲发生的各种恐怖袭击和安全威胁 就发现北约发挥的作用实在是配不上他的盛名 说北约在保护欧洲的安全其实非常牵强 对于欧盟来说 北约是一个性价比很低的安保机构 只不过七成以上的费用都是美国人掏 所以欧盟也就忍了 尽管美国人居心不良 但是有这么个组织 它总比没有强 您说不是吗 但是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 这气氛就变了 这个生意人已经不止一次的要求各国成员要多掏军费 为了这笔钱 他在不同的场合对欧盟国家挨个说难听的话 对于欧盟来说 北约在维护治安方面 本来就名不负实 现在还要多掏钱 凭什么呀 还不如用这个钱 另起炉灶整个自己的军队更靠谱一点 有这个想法的人不止小舍哥马克龙 从后边大家对他这个提议的支持就能看出来 只是其他人老成持重 不愿意出头得罪美国 而年轻人似乎更有勇气挑战规则 这个真实的想法 就由马克龙当着各国政要的面提了出来 特朗普暴跳如雷的原因 或许并不是因为欧洲军的出现 会威胁北约的存在 而他觉得马克龙这小子不是抬举 也不懂得感恩 北约每年的军费高达上万亿美元 几十年来美国人在欧洲砸下了巨款 如今马克龙你还嫌弃北约做的不好 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军队单干 这是几个意思呢 那您既然要单干 那您要不要把以前的保护费一次性补齐呢 想想过去自己曾经对马克龙的意望情深 再想想到这一年多来 马克龙处处跟自己作对 特朗普气得是一点税意都没有 凌晨三点爬起来连发五条推特 对马克龙和法国各种冷嘲热讽 一天之后 马克龙在戴高勒航空母舰上对此做了回应 他说 法国是美国的盟友 但不是小弟 既然是盟友就要互相尊重 别整这些哗众取宠的事 论年龄的话 特朗普都可以跟马克龙当爹了 但是马克龙似乎越来越不把特朗普当回事 马克龙大学读的是 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和巴黎政治学院 这个是专门培养国家元首的顶级学府 27岁那年 马克龙就去了法国经济部上班 后来离开政坛 到了世界大银行混了几年 再后来又回到埃里社工 做了前总统奥朗德的秘书长 到他37岁的时候 做了法国经济部长 三年之后又当选法国总统 从马克龙的履历就能看出来 虽然他年纪不大 但是政坛经验非常丰富 属于政治精英型的人物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那可是相当有造诣的 当他跟特朗普接触几次之后 就会觉得 现在的美国总统 在从政这方面 基本上就是门外汉 他的言论不值得回应 他这个人呢 也不值得重视 以轻视和鄙视 别人著称的特朗普 终于意识到 自己居然被这个年轻人 给轻视和鄙视了 他当然会非常愤怒 气得一夜不眠啊 好了 咱们今儿下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或者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局势很简单 关注并发表评论和意见 另外我们立档节目 局势军的政治课 已经完结并在公众号 时政很简单上 有免费视听板块 您可以关注 获取更多资讯 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